大家好,经常对着电脑,手机容易出现头晕头痛,今天做这道天麻鱼头汤,天麻中富含天麻素,可以调节神经衰弱,对于治疗三叉神经痛,血管神经头痛,脑血管性头痛等症状,都有明显的震痛效果。 这道天麻鱼头汤超级美味无敌,把鱼头清洗干净,放入一茶匙盐浸泡清洗干净血水,把鱼腮和黑皮去掉,这样炖出来的天麻鱼头汤就会没有泥腥味。 视频后面将公布用了20年的商业配方,清理干净取出沥干水分,挂干净鱼头的黑膜。 把鱼头切成两块,天麻中有效成分可以起到抗氧化作用,有助于延缓衰老。 而鱼头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,不饱和脂肪酸等成分,有助于缓解患者头痛,失眠等问题。 天麻与鱼头一起炖汤有助于缓解气需乏力,身体瘦弱等。 用厨房纸巾吸干鱼头的水分。 热锅下油,放入姜片。 放入鱼头,煎至两面金黄色。 注意把握火后,用小火慢煎。 稍微煎一下,不要煎到焦糊,否则影响口感。 食用2-3次,具有暖味不需。 健脾益气缓解头晕头疼的作用。 煎好后,把鱼头放入汤锅中。 放入焯水后的瘦肉200克。 放入这种野生添麻15克。 添麻蒸软后切成块状。 放入挡身10克。 放入广尘皮一半。 放入生姜3片。 放入去核红枣4个。 倒入3000毫升水。 一定要倒入烧开的热水。 热水可以使鱼肉加快凝固,口感更好。 开大火烧开,转为中火一直保持中火煲。 这样煲出的鱼头汤更奶白。 中途撇去汤水表面的浮沫。 中火煲60分钟左右。 60分钟时间到了。 倒入枸杞子煲5分钟。 加入少许盐调味。 不腥不腻的添麻鱼头汤就好了。 营养美味又补脑。 补脑抑制,增强免疫力。 保健滋补养生的美味汤水。 老少皆宜的鲜美净汤。 总结,鱼头一定要去干净血水,撕掉黑膜。 要放热水来煲,大火烧开保持中火煲汤。 狗旗子等到汤块要煲好的时候再放入。 添麻鱼头汤的配方材料。 鲜鱼头,800克。 红枣,20克,陈皮,一半。 添麻,15克,挡参,10克。 枸杞子,少许,盐适量,姜3片。 猪瘦肉,200克,食用油,适量。 感谢收看下期再会。